就发现那个衣囊上面 长了好多 就聚集在一起的 那个白色的那个疙瘩 然后去那个当地人民医院看了 然后人民医院 他也没看出个什么 就是说直接看了一下 就也没做什么检查 就是说直接是什么真菌感染 叫我拿那个止氧的药 然后喷 然后喷在上面 然后之后发现没什么用 我用了一个多月都没啥用 反而还附近皮肤 你后来又到其他的医院又看了 对 之后的医院就是 他直接给我诊断为就是 就是病毒药嘛 然后给我做了那个什么激光手术 然后把它就是全部弄掉了 然后之后 然后就到这边来了 激光然后他都给你做了那个包皮手术 对包皮手术就做了 包皮手术也做了 这怎么找到我们呢 我也很幸运 一开始在视频上 就是病毒药 然后经过室内医院 然后经过室内医院的各种中药的治疗方案 然后定期来复诊 然后最终康复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室内医院 感谢戴医生 没事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他后面就反正来不来都行 没有强制的要求 好吧 你要是比如说过个三五个月来看的也可以 好吧 那回去呢 忌口方面都可以放开了 就不用忌口了 主要就是个人卫生方面把它做好就行 好吧 反正安心上班 以前来的时候 我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 还是你妈妈陪你来的 那时候你妈妈 因为你很小嘛 你妈妈还不放心 现在回去就安心上班就行了 病也好了好吧 病也好